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魔靈圖鑑系列 我是翁來 恩...今天我們先別來談我那開光過的嘴巴 說不敢馬上打臉這件事情 我現在臉還有點痛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的魔靈 還是一隻新魔靈喔 我跟各位讀一塊兩毛五這隻魔靈下次改版 絕對不會被buff 來打臉我啊哭啊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的魔靈 就是本次更新的圓巫角色 火 陰陽師 附疆 抱歉是智疆 他是本次改版新增的圓巫角色 不久前我還講過增加負面效果回合數的角色其實並不多 結果真的是開光過馬上又打臉 而且還讓我抽到呢 所以有鑑於此 我想先在這邊祝各位本期樂透通通都不會中獎 好啦那大家我就幫到這邊囉 剩下的該怎麼做你們自己知道喔 陰陽師系列有著全新功能的技能組 分別是召喚靈魂系列的技能 以及待會我們會介紹的壓制技能 那事不宜遲我們就來看看這位 即便只有外型也很可以的妹子吧 體力 一萬一千五百三十五 中前斷斑 攻擊力六百一十五後斷斑 以及防禦力七百五十八的滋憂斑 最後雖然腿不夠長 但我願意的一百零三基礎速度 身為輔助型魔靈 不錯的體力搭配優秀的防禦力 已經算是給了他相當不錯的先天條件了 而覺醒會加百分之二十五的命中率 更是讓他的輔助位置以真化盡 要生存有生存 要命中有命中 雖然腿短了點 但優秀的面板讓他可以更全新的去增加速度 比起技能組明明需要打長線體力防禦 還其差無比的一些角色 或者是明明需要打一波流彈基礎攻擊 卻沒有特別高的角色 已經算是有了不錯的起始條件了 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看看他的技能組吧 一技能 燒毀 燒毀敵人的靈魂傷害係數來到380% 並有50%的機率消除一個強化效果 吃滿技能之後475%的傷害係數 並有80%的機率消除狀態 跟N年前的瘋爹1技能很像 有單消能力 使得這隻角色即便沒有消狀態角色的搭配 還是能做單消斑點突破作為一個控場 但如果說做單消 效果真的是很不顯著就是了 再來是他的二技能 業力引爆 本次更新的新狀態技能 傷害係數540% 並會給予對方2回合的壓制效果 CD4回合 吃滿技能之後傷害係數來到675% CD總共3回合 這個壓制效果是一個非常新穎的想法 與沈默有些類似 但又不完全相同 沈默是使敵人完全無法使用2、3、4技能 但壓制狀態則是敵人雖然可以使用技能 但一旦使用這些技能 就會立刻消耗掉50%的最大血量 這個狀態最多會扣到剩下一滴不會死 但這個代價其實挺大的 也就是當敵人身上被套用了這個狀態的時候 使用技能上要更加謹慎 如果沒有操作好被扣了50%之後 反而有可能會被收頭反打 好啦 最後就是我們的這個3技能了 打臉結界 以420%的攻擊力攻擊敵方全體 並使其身上所有的負面效果持續時間增加1回合 並且當目標沒有1回合的負面效果的時候 則會吸收10%的攻擊條 CD6回合吃滿技能之後傷害係數來到了504%的攻擊力 CD5回合 雖然說不如暗拳王會自帶暈眩跟強力退調 也不像暗術要有著減少增益效果的能力 但他卻有著強大的吸收攻條 注意是吸收也就是說自己的攻條會增加吸收量 每一回合的負面狀態就會吸10% 使用3技之後疊加完負面回合後 4隻各2個狀態各2回合 就可以吸40%×4隻160%的攻擊條了 幾乎可以說是穩定做連續動作了 雖然說現階段陰陽師的3技能CD都偏高 但不像水陰陽師 活陰陽師幾乎可以當成3技能用完之後 會自帶追加回合的感覺 可以使出3接2之類的用法 讓對面這種只被空出1回合的角色 被3接2有了業力的壓制狀態之後 即便暴走也不敢亂使用技能 最後則是他的24%攻速隊長 任何角色只要是速度隊長 都有他的基本價值在那邊 況且他身為輔助型角色 有這個速度隊長更是加分 但說到缺點的部分的話 火陰陽本身除了業力以外 並沒有其他的負面效果 雖然說有延長debuff的能力 但缺乏強力的消狀態 也缺乏更好的負面狀態 也就是說火陰陽要使用的好 基本上必須再搭配一隻強力的消狀態 以及負面角色 最好是能在同一隻魔靈身上 找到這兩種技能 例如是火皮埃爾的3技 有消有帶暈眩 風化博的2技 有消有未命中等等 或者是裝了絕望符文的各類群小角 小狀態尤其重要 畢竟火陰陽一旦對上了這個 免疫狀態的話 他的23技能就會形同虛設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 他的符文種類跟素質吧 首先所有的輔助角色 基本上就是以速度為上 是現在版本的主流名義 其次這隻角色 並沒有很好的傷害能力 所以直接把他拿來 撐體撐防撐抵抗 讓他有生存能力 命中本身不能太低 因為他的123技能 都會需要看命中 而且也都會看抵抗 命中過低 這些角色一樣會變成花瓶 但很香 而本身因為覺醒就會加命中 讓他的地板奔來就比較高了 要撐高命中也不會是太難的事情 如果真的撐不上去 不要忘記還有魔礦可以增加命中 但這邊選擇魔礦加命中 我個人是比較不推薦的 因為他的123技能 都會需要看命中 而魔礦通常我們在選擇 命中是因為特定技能需要看 而不是說全部技能都需要看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使用魔礦成命中 是為了讓素質可以不用 為了一個技能 而特別浪費這些素質資源 但對於陰陽師來說 如果三個技能都需要看命中 那就不要吝嗇直接用素質把他撐高吧 其餘血量越少 防禦越高 速度越高的 以及各類的減傷符文 都可以讓他的輔助能力更為優秀 最後是他的符文種類的部分 基本上選擇迅速或者是暴走 都是不錯的選擇 選擇迅速可以讓他再跟隊友 做一個一波流的搭配 而選擇暴走可以讓他更有機會的 去用各種的3接2 2接3 1接2等等的 各種的組合搭配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看看這個妹子的舞台吧 打第一個 因為壓制性能的特性 其實壓制這個技能 在打AI起來是特別好用的 尤其是像是對上瘋奧或者是光派 這種有立刻獲得回合 還有像是 瘋馬啦 水馬 小馬 小馬系列 這種 AI會自動變身 會獲得追加回合的 他是可以很有效的 拿來打電腦的時候 用來觸發壓制技能 因為如果你打玩家 玩家可能還可以說 靠著自己的控制 然後就故意不用技能 或者是靠著 其他的隊友先把這個 壓制狀態解掉 但AI不會 所以 拿來打這種有追加回合的AI 算是特別好 比較好用的 然後再搭配一個 可能是 控場角 上毒角 等等的 都可以讓火 陰陽師 有這個比較好的效益 但缺點是 就還是必須要綁定一個 消狀態的角色 那如果火陰陽師 如果他搭配一個 像是風爹這類型的角色 然後再跟一個強控的話 像我這邊我直接使用水精靈而已 那基本上 只要你控到 對 只要水精靈控到之後 靠著火陰陽師的這個三技能 一直把控場疊上去 對面就算再會暴走啦 我們有雙消 然後因為火陰陽師 基本上 以現在這個情況喔 你每一次吸 都已經吸超過100%的攻擊條了 對面基本上沒有一隻魔靈師會動的 那這樣的情況 基本上我們就可以 從頭控到尾 尤其我們這還是個速隊 當然在RTA要實現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困難一點 因為 論消狀態 控場什麼要缺一不可 才有機會達到 尤其這個組合 其實如果ban了風精靈之後 可能就沒辦法控得那麼強勢了 而且水精靈的退條 也是有條件限制的 那再來RTA的部分 基本上如果在使用RTA 我目前現階段 我還是把它使用在速控隊 那來搭配火海王跟風爹喔 有冷卻有暈眩 搭配他的三技能 只要出手順序沒有差距太大的話呢 就可以很快的就是 火海王三技暈眩 然後呢 讓這個陰陽師喔 三技去把這個 對面的暈眩拉成兩回合以後 然後再讓風爹 看要退條嘛 或者是如果要2技 再讓這個火陰陽喔 再多拉一個 一回合的暈眩效果 基本上只要控住呢 這個 只要這個組合可以完整的出來 呃 火海王 風爹 跟火陰陽 只要這個組合可以完整的出來 你只要控到了 這個組合喔 其實就只要BAN掉對面的免疫角色 或者是我們有 因為有火海王的關係 只要可以出 只要火陰陽 火海王跟風爹可以出場 我們只要能消掉對面的免疫角狀態 冷卻掉 我們坦一輪傷害之後 只要這個火海王三技能控下去 控下去之後 基本上就是我們的天下 我們就可以從頭控到尾了 那基本上就是以 退條 跟這個冷卻為主 而退條尤其重要 只要退條退得夠厲害的話 基本那個 對面就算 有一兩隻有時候沒控到好了 我們的暈眩回合數 基本上都兩回合起跳了 不太需要擔心這種 對面可能 一次暴走就翻盤的可能性 因為我們暈眩回合會超過兩回合 再RTA暴走最多就是一回合 這樣控場能力而已 也算是 讓這個火陰陽有一定的發揮空間 但相對的他就比較害怕 像是火奧啦 或者是其他的無法控場的角色 縱觀全局 這個妹子有著全新的形式技能 但技能組十分需要依靠隊友的搭配 如果就他自己一個人想要掌控局面 幾乎不可能 但很像 與隊友如果搭配得好 要讓對面完全動彈不得 可以說是分分鐘的事情而已 雖然說不如本次的大獎水陰陽師來的經驗 但壓制技能說實話也是值得令人期待 在日後RTA各路高手可以有怎麼樣發揮的一個改動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真香圖鑑系列 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至於水跟風屬性的陰陽師的話 我有抽到再跟各位報告吧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大家 掰掰